可以嗎? 開始落了 禮拜三碰到你二哥嗎? 禮拜三是前面說熱了 然後他是說來跟我說 那是他第一次,你第一次跟他 第二次 第二次 第一次是什麼時候? 也是差不多過年期間 可是我忘記是初期 因為那天來 那天是你是說禮拜三嗎? 對,第二次 第一次碰到的時候也沒講什麼 所以也沒有什麼特別印象 就是過年期間 快過年,可能是初期還是過年期間 反正就是這幾天 媽怎麼了?媽怎麼了? 怎麼怎麼哀哀? 他腳尖比較敏感的這幾塊 對 因為呢,如果讓我 我們家人聽到他哀呢 家裡又說我虐待他了 對 那我現在要繼續講 也是嗎? 好 所以當我媽媽那個哀的時候 我們要問一下他 這樣 安撫一下 然後他那個 他是來是說 他看到家媽媽腳 下面都有墊一些 一些棉被什麼 然後 說要把他腳好像抬高 讓他能夠循環好嗎? 可是他覺得 家媽媽腳都沒有伸直 那他希望說 能夠盡量把他伸直 讓他這樣能夠 到時候到那個 復健板上面可以站起來 可以扳住了 然後 他說 應該說 像 有空的話 把他的腳 有沒有 不好意思 你可不可以先停一下 剛好有電話來 你說那個錄影要停嗎? 喂? 他是說有一種那個 有一個 有一個 綁帶 就是鬆鬆的 把他稍微 扳住 拉在 扳住 然後 就是說 讓他腳不會一直 回縮 一直回縮 那我跟他講說 他的回縮 不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 而是 他家媽媽 只要側躺或正起來 其實他就會回縮了 他說他知道 只是說盡量給他扳 我說 這個可能不是我們的決定 因為 我們只有一個小時 或是說 大姐你來一下 就走了 那其他一定要是跟這邊的 小姐講 因為小姐在翻身 要把他腳再拉直 就要看小姐 不是看我們 對啊 因為我們不是24小時 如果是我們24小時 當然是我們可以寫住 可是這時候就是 那些小孩小姐 在拉的時候 那他有沒有這個時間 那他是不是 那他是說 那還是 他認為就是說 我們應該是 我們去講還是怎麼樣 那我說這個 可能就是你們要去溝通 嗯 因為說真的 我也不可能跟小姐講 嗯 那你們這邊 然後再來就是說 江媽媽被這樣板 到底是怎麼樣 嗯 這我覺得見仁見智 也沒有說絕對好或壞 嗯 那 就 你們自己要去決定 嗯 就是說要把江媽媽 他是說不是板 不是挖探 就是把他 稍微寒柱拉一下 讓他不會縮回去 可是說真的 你等於是兩個小時 他就要幫他 鬆結一次 這個是我自己想的 我沒跟他講 因為 他翻一次伸 他翻一次伸 嗯 那 他一定就要 腳就要解開吧 因為他 他側彈 你腳伸直是沒辦法側彈的 對 大姐應該知道 腳伸直的話 你側彈是不方便 嗯 那這樣 你裡面解開 解開兩個小時 又要正台又要把他 如果正台又要把他拉一次 啊 當然 如果這邊的服務是ok 當然沒問題 但是如果不ok的話 我們講我們的 他們到底有沒有做 那我們也 也不知道啦 對 江媽媽 我在幫你翻證齁 齁 所以這些的話 都是 你們要去跟這邊溝通 齁 還有都到底要不要 把他這樣子 然後 我是跟他講說 因為江媽媽之前 我們會把他佔高 是因為江媽媽有水腫嗎 嗯 對 那有水腫 你知道嗎 他會水腫因為他循環不好 對 一定一定要把他 醫生叫我們要給他佔高 這樣他 對 因為他腳沒有動 沒有運動啊 對 所以是才把他 醫生叫我們把他佔高 所以我說 呃 預防水腫 應該是說 因為他有水腫 我們把它佔高之後 現在沒有水腫 現在沒有水腫 那你看到的是現在沒有水腫 所以認為你必要佔高 可是沒有佔高 他又會水腫 嗯 那變成說 他看到可能是一個 結果了 我們把它佔高獲得結果嘛 所以他認為沒有必要了 那我就覺得說 真的也是 如果沒有水腫 事實上也不是說 一定要佔高 因為他這樣子 往上循環 也不會 就是說 打上去啦 所以變成說 這個又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照顧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不是24小時在照顧 那 他到底現在是水腫 還是沒水腫 還是由小姐來判斷 那大家要不要佔高 不佔高 其實他是應該 因 因狀況而定 要不要佔 嗯 不是說絕對要佔或絕對不佔 嗯 我覺得應該是說 他有沒有水腫 有水腫就要佔 沒水腫就不佔 可是有沒有這個耐心去看 所以他 不是啦 這個耐心去看 這個一看就知道 不用耐心就可以看啦 他不是說耐心 而是每次看 每次都要去把它 換來 要佔不佔 佔說 他有這個 常常要做這些 琐碎的事啦 好 那現在這個狀況的話 變成說 你以他們這邊一貫作業說 墊他都墊 不墊都不墊 你要他有時候墊 有時候不墊 對他們為了 就是一個很麻煩的考驗 那你會覺得說 這是隨手而是 可是 在很忙的時候 說真的就是一貫作業有沒有 你等於是特殊作業了 嗯 那一貫作業的話 他們做起來很快 嗯 不用去花腦筋思考 你現在要他花腦筋 就照顧一個人是 以我們萬拜萬事非常簡單 是舉手指導 嗯 而對一個 一天可能要照顧十個 二十個人而言 他們一貫作業是很快 那你一個一個都要去看 去觀察 對他們演 這個就不知道了 每個人的做事的問題 嗯 那 然後 我不要講那麼多 就講二哥 他就是希望 至少 我們 好像就是說 把它做完 就打字 不要再墊了 然後 腳能夠把它含住 不是扳住 含住 什麼意思 就是可能一個鬆鬆的 把它稍微含住一下 不是鎖得很死 有一種泡棉的變圈 這樣變住 然後 稍微給它含住 拉住 讓它腳不會回縮 嗯 就這樣子 嗯 他主要講是這樣子 嗯 對 但是實際上 很好 對 抱給抱一下 這有天啊 喂 喂 中爐什麼事 今天只有我一個 國賓要禮拜六啊 對 好 好 所以 你們二哥的主要意思是說 其實他第一個就是做的時候 盡量把它腳伸直 然後不要墊東西 嗯 然後可以把它腳彈住 嗯嗯 哎 就這樣做 嗯嗯 就這幾點啊 嗯哼 對 那平常呢 按照他這邊的這個 翻身的這個規則呢 嗯 規則呢 是九 八點到十點是平躺 對 然後兩點到四點是平躺 嗯 所以等於我們來的時候是平躺嘛 所以我們走的時候把它放平躺 然後他要怎麼測再縮嘛 對 那所以我們來的時候是平躺 那平躺的時候呢 嗯 嗯 我們因為有給他拉 對 我們有給他拉好 嗯 我們我們有做這個腳的按摩 對 所以他走的時候我們是可以把腳弄得稍微直一點 啊 稍微直一點 稍微直一點 那 所以 所以稍微直一點的時候呢 這時候呢 我們經常看到的情況是 他我們把它拉直了對不對 在這一個鐘頭的時候把它拉直了 可是 當我們走的時候 常常呢 他就來翻身了 因為這是下一個時間 一翻 一翻這腳就彎起來了 對 因為他八點到十點 十點之後就要走 對 那所以他就會來側 那一側了以後腳就彎起來了 那腳彎起來了以後呢 到下午的時間他也不會把它拉直了 對 所以他 那拉直又是靠 啊 靠那個 他如果是下午是小旗 小旗又給他拉直 那如果是你已經走了 那就沒有人 下午就是從彎的情況 變成要平躺 可是這時候腳就不可能直拉 因為腳已經彎起來了 對 而且已經呢 是四個鐘頭的彎腳 四個鐘頭的彎腳要給他拉直 欸 你記得是要花多少時間才能拉直嗎 呃 如果純粹用腳的話 嗯哼 最快最快 那個 也要大概五到十分鐘 就是什麼都不用 只有純粹去拉它 你也要有一點時間啦 但是這個時間 欸等一下等一下 你等我一下 來我跟他看 我跟他看 阿嬤 我給你看 你說你說 你敢擲 我給你看 那邊有那個尿尿一起 這是沒有擲 但是這裡為什麼 摸著為什麼試試 他差要那個 那個要試試的 阿嬤 你說擲擲 現在沒有擲擲 你敢擲擲 你敢擲擲擲 他是覺得這邊濕濕了 欸我跟妳講 有一個辦法 他覺得濕濕的 就不舒服 不是他是他要的啦 要高的啦 我知道 我拿那個 我們家有那個 我跟你講 他覺得不舒服 因為他覺得濕濕 摸上去 也是有一點 藥膏的那個濕 我給他吹一吹 不要啦 他說那個洗澡馬上山 這種藥不可以熱的 不可以熱的 對 他剛跌倒那個 裡面從腫的 這樣是不能用的 不能用熱的 對 對 不用皮膚 那個那個那個 藥膏涼涼的 對 不安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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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可能是那個 不安穿了 不安穿了 不是他那個 他常常講 大便 說沒有 每天大便 他說好久沒大便 阿嬤 我剛才 我剛才看過 沒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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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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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的屁股 摸下去 濕濕的 要啊 喔要 對啊 我們當他沙 他還自己拿來 亂沙的 亂沾 都可以就 薄薄的一層 好像感覺上很濕 哎呀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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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戴手套 不要 不要戴 我們人沒辦法 不戴口罩 他可能會傳染給別人 對啊 他不一樣 這樣 衣服要穿好 阿嬤 阿嬤 請沙 請他修 請他修 他們家裡 說那個褲子 這個這個 現在冬天這個褲子好嗎 他們家裡說不要穿這種 穿薄的 穿薄的 對 這樣薄的 那這下面會 更冷 他寫他一個這個 他不要他說太冷 他不要 不是不是 這樣 這樣下面不行 他說 他受不了 不要 他們家裡加衣服 對 對 不要 不要他說 熱死 這樣 這樣子 熱 這樣 他們家裡講 這樣子我們沒辦法 有一天轉後的 來抹死 嗯 他一直講說 阿不要轉怎麼不舒服 好 不要這樣子 不要穿 嗯 很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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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看他 我們穿那麼厚 這樣薄薄的 然後這又跑出去 他不要嘛 對啊 我們沒辦法 這褲子真的太薄了 我們穿 厚的褲子他要換這個 他們幾乎來換這個 要換這個 不是 在床上的時候 因為蓋著 住了拉邊啊 對 坐在那邊 就怎麼了 就這樣啊 他要拿拿蠟麵來 我們怎麼轉蠟麵 隨便看啊 嗯 轉什麼 不是 真的真的這樣 這樣子 這樣子 沒合作 我們怎麼 對 家媽媽 手放鬆 很好 他不一樣的 而已 他不一樣 可以 對 我們好聽 但是他不一樣的 OK 家媽媽 手放鬆 你知道嗎 嗯 如果不知道的話 是我們那個 幾乎老人家 對啊 所以 嗯 家媽媽 手沒有 有力 不錯 等一下 媽媽媽 很好 手放鬆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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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都先跑了 我剛剛講到哪裡 剛剛講哪裡 剛剛講哪裡 嗯 剛剛講哪裡 哦 就是他 他 他 彎了以後 彎了四個小時 左邊 右邊 各兩個小時以後 四個小時 再平躺 那你們一天只來一次 不是早上來 就是小來 對 所以四個小時以後 他的腳已經是彎了 嗯 那彎了要給他拉直 需要時間 需要時間 而且他們沒有專業 你們如果都需要五分十分 他們不可能五分十分 對 因為我自己拉得知道嘛 這不是那麼簡單啊 對 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這時候 腳要把它拉直 是 Mission impossible 是不可能的任務 對他們來說 因為他們一個人 他們一個人 對很多人 對很多人 在晚上只有一個外勞 對 幾乎是二十個人 對 那白天呢 是一個要對十個 十個 而且他還要煮飯 還要 洗澡 還要 還要 煮飯 餵東西 換尿布 還要 幹什麼 掃地 丟垃圾 對 在這種情況下 你想叫他幫你把彎了的腳弄直 應該是說 如果他們都可以把它弄直到 那你們也可以省下這一筆錢了 就是找他們來弄 每天幫他們弄直就好了 而且他還可以弄直很多次 沒有 如果他們可以的話 根本 他就不會僵硬了 對啊 他原來是 我照顧的時候 每天都帶去做按摩 對 他沒有腳伸不直的這個問題 對 他都是可以站在福建台上站著 每天都可以 那現在為什麼不可以 就是因為沒有每天去做按摩 對啊 做伸展 對 所以 所以這是怎麼樣呢 所以你說 這是怎麼樣 所以你說 你要叫 叫那個 叫他們幫你拉直 如果他們能做到這個 我們根本就不必請你來 對 對不對 如果他們可以讓他的腳不彎曲 可以拉直 那根本就 我就可以省下這筆錢 是不是 對啊 而且實際上 在我哥哥他們沒有回來之前 我們也沒有花這筆錢 對啊 我媽媽還是照樣站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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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台 這個 這個 站立台 從來就沒有問題過啊 對啊 就是因為 對不對 沒有做 但老人家好 他只要經一井 你要再拉開就很難了 就是要時間啦 對 我上次看到你 第一次我看到我 我媽媽 因為我沒有再來照顧他了以後 我 我 我放手了以後 對 我有一 我每天就看著他 一天比一天的僵硬 對 我最後是受不了了 我就把我媽媽帶去你的那個 那個 按摩院 你記得嗎 對 那你 花了很多時間 不是一分鐘 那不是 對 你花了很長的時間 才把我媽媽的腳伸直 對啊 可是回來了以後 沒有再去 他腳還是彎了 對啊 所以後來才會變成每天請你們來 對啊 但是 就算每天請你們來 也只不過一個鐘頭 對啊 對啊 也只不過一個鐘頭 嗯 所以這個鐘頭 我們只能保證這個鐘頭完了 他腳是可以 稍微直的 更直的 有時候我看也不是全直 對不對 要全直也是很難的 對 因為只有一個鐘頭 24小時 只有一個鐘頭 是全直的 應該是 認真簡單起來 他的腳大概 分配到了大概不到30分鐘 因為你還有頭啊 腳啊 胸啊 手啊 背啊 腰啊 他真正到腳的 哪有一個小時 對 你不可能說一個小時 都這樣 現在上次你去我那邊 是以他腳為主 哦 對不對 那因為他坐在那邊 也沒有按背嘛 所以都是處理他的腳 所以那天可以這樣 可是現在我們不可能說 只處理他的腳 那天 那天是沒有上按摩桌的嗎 就是坐在輪椅上 沒有 那輪椅上 你花了很長的時間 對 才把腳真正的弄直了 對 對不對 那後來我們認為說 不是只有腳的問題 是全身的問題嘛 嗯 所以現在才會說 請你過來全身的按摩 因為 我沒看到 但是我另外按摩室看到 他現在的氣色啦 不要弄弄不像以前那麼 就是說 他的膚色什麼 就比較 比以前好很多啊 對啊 那也比較 沒有那個便秘一些的問題啊 這些都是因為你 只按全身 如果只按腳 氣血循環 是不會好 不會好到那麼多 對 然後 對啊 你又跟我講就是說 他是說你 江姐 那個大姐 你會來 幫他做一些 動作 這邊人會跟他們講說 你好像做得比較 比較激烈一點 那個江媽媽會一直 一直那個 在喊啊 他說 不要勸你一下 但是我覺得 我是有跟他講說 因為江媽媽的筋很緊 其實你 如果你不給他 稍微做一些伸展 他的筋 永遠都 你都永遠不要想說 有機會 站到伸展台 你一定要適度啦 但是那個拉的腳的 密道就是要控制 但是一定會 有一點拉筋的那種 痠痛感啊 對 你知道嗎 我來做 跟我媽媽做了 你來多久 我大概就來了多久 每次你們走了 我晚上都會來 對我知道 只要我有空 我如果沒空 就沒辦法 但是我盡量的都來 對 可是 你 你來了幾個月 快三個月 差不多 快三個月 我的親人只來過兩次 你剛剛說 嗯 我碰到的 你碰到兩次 對我碰到的啦 那他們真正來幾次 我這邊 就是說他們有跟你打招呼的 對我就碰到兩次 有一次是我大哥啦 他有一個朋友來 那應該是那個小奇碰到的 沒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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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 嗯 那就另外一個阿摩士 喔 是另外一個阿摩士 因為有那時候剛初期是另外一個 是是是 我碰到你家人 除了你之外 你們 你哥的話就碰過一次 嗯 碰到兩次啦 就你二哥啦 嗯嗯 對 那其他五個都沒碰 所以你就大哥 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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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說那時候是在初期 初期那時候 十二月的時候 嗯 禮拜天 我可能還沒有工作 可能是 對 所以我那時候禮拜天 我都沒來啊 OK 是這樣 嗯嗯 對不對 你應該有印象嘛 對對對 所以我們應該是已經快三個月了嘛 我記得我 對 到那個 十八到現在又變了兩次 大概二十號 夠了 到二十號 本來是八號 上個月就是二十號了 上次 上個月就是二十號 上個月的話是 十九還二十 十九還二十 因為有三十一天啦 嗯 對 那但是中間有 小齊有請假 那我有休息一次嘛 禮拜三沒有找另外一個來做過一次啦 然後小齊中間有休息一次 所以沿了兩次 沒關係啦 反正就是到現在已經快三個月了嘛 對 交了三十錢了嘛 對不對 對 我的意思是說 在這三個月裡面 我的親人都沒有 從來沒有來過 嗯 從來沒有來過 然後呢 你說 他們說 聽到 你看 現在我媽也在叫啊 對不對 那我不相信他們帶去做復健 我媽媽是不叫的 他是說 家媽媽帶去復健那邊是 叫的很大聲啦 對啊 對 他說就是一直在叫 對 他這個當然他是有說啦 嗯 然後他是說 他來做 他那天 跟女二哥他是說 他來的時候就是 呃 花了一點時間 然後就是跟 他說應該是家媽媽對他很信任啦 嗯 所以他做了很 做了一陣子 他也沒說做多久 他只有他把那腳稍微打直啦 嗯嗯嗯 然後他認為說 這樣子 那我說 我那時候呢 那 有沒有 可以更更往下 他說 就這樣子啦 可是這個程度是不可能 站在伸展台的啦 嗯哼 對 那你要拉更好 一定要把他筋拉開 不過跟他講說 拉筋你以前應該 多多少少都有拉過 就是會比較痛一點 嗯哼 阿如果你不痛的話 他永遠就不要 就維持那種 就是按舒服的 還是說 有一點效果的 有效果一定會有一點痠痛 嗯哼 對阿你按舒服說真的 大概就維持而已啦 嗯哼 對 那你們的目標是要能夠 再有機會讓他 不要說完全伸直 他跟我講說 在他還可以的時候 其他腳就伸不太直了 可以站上去 但是本來就伸不太直嘛 是不是 蛤 就是他腳 這隻腳 本來就伸不太直 沒有 本來都伸直站著 就是很直很直 你伸不直怎麼站啊 他是說 有點弧度可以扳住就可以了 嗯 他那時候是跟我這樣講 他說 他 家媽媽好像還沒中空之前 一隻腳 就是說這隻腳 就有點 不是那麼直 是 是這樣的 但是 至少我們都上 都上了去 對 副健師都認可可以上去 對 那至於值不值 至少是 可以接受的 可以接受的範圍都上去了 可以接受的 我想要說的是這樣 那至於值不值 那是 這個絕對的值 對 這個是不可得 對 但是副健師認為可以上台了 但是他現在這個頸 說真的應該是不可能上去的 嗯 對 可是你這個值 要拉到那種可以上去的值有沒有 嗯哼 他那個一定會 有拉筋的那種感覺 嗯哼 我們現在就是按摩先把筋放軟 但是還是要做一點伸展 不然還是壓那麼緊 嗯哼 還是那個弧度 嗯 可是這一點要把它拉的時候有沒有 嗯哼 他筋那麼緊就是會碰 嗯哼 那這是沒辦法的啦 嗯哼 對 你去副健師那邊 他們也是拉 讓家媽媽這樣子 我們是說盡量和緩的 放軟的 然後盡量一點點拉 然後 那個像他頭放下去的 這也是跟以前 比較進步很多 嗯哼 對啊 這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為什麼你建議我去買矮一點的枕頭 因為我聽他們說 可是那個 你二哥是 認為也是要用矮的 他這樣 那就不用提了 對 那可能是 那個外機的講 他反而跟我講說是 因為我覺得不太可能 可是他是這樣講說 他要把它墊高是大姐妳 所以要墊高 我說 不可能啊 我們都買低的啦 他說 他那個頭抬起來要墊高是大姐妳 大姐妳吩咐的 我說 不是啊 我們都一直買低的 然後他反而是說 不要把它限制住 就像腳有沒有 墊高限制住 嗯哼 那頭也不要把它限制住 OK 所以這一點的話 他倒是沒有什麼意見 OK 好 那就OK了 你看看 所以我聽到 嗯 就覺得 三條線 因為 這中間溝通是怎樣 我不清楚 所以 他講我不好 直接跟他反駁或什麼 因為我會講說 大姐是 都有換更低的枕頭 我把事實講 但是他中間的訊息怎麼樣 說真的 我們原來有一個很高的枕頭 就是我媽媽原來的枕頭 你記得嗎 現在還在嘛 我知道 那那個枕頭呢 後來 我就那個 小齊跟我說 說他建議我去買 記憶性枕頭 那我就去買了 那當時就不知道要怎麼樣 可是 以我媽媽原來的枕頭為例 就好像就 而且看到他們翻身 他平躺只有一天只有兩次 只有四個小時 那一天二次四個小時 只有四個小時 是 正躺 正躺 不是 不對不對 交錯 他是 十二個小時裡面有兩次正躺 對 十二個小時有兩次 那所以一天有四次正躺 那 反正就是十二小時裡面 是四小時嘛 對不對 那 側躺的時間是居多的 所以 那時候就買了一個跟他的枕頭 原來的枕頭 那個高度相當 但是也是 比他原來的枕頭要矮的 這樣的一個記憶性枕頭 那後來用了沒多久 小齊就跟我講 那你也跟我講 我就決心再去買一個 平躺的時候的枕頭 所以現在就有這樣兩個枕頭 那我就不知道 所以我 我常常覺得 我常常覺得 我們 我們不到現場 但是我們在家裡 就在那天馬行空 在那想 在那 自己認為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那如果 如果他們看到在附件的時候 他說在附件的時候 也叫得很大聲 那他可以來現場看看 我們幫他弄 我媽媽叫的聲音 有沒有比在現場大聲 對不對 那做一個比較 如果他真的這麼care 那你是不是到現場 你聽聽看 這裡的聲音是怎樣 對不對 因為那邊很多機器是 不管家媽媽願不願意 他機器就是照著在轉動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不用機器 他不是有一個 你不是說會這樣上下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是我不讓他動 我自己用手 我自己用我的手來手動 我拉著我媽媽的手 但是我哥哥怎麼弄 我不知道 但是我 我都不用 因為媽媽不可能跟得上 那個機器的速度 對 所以一向都是 用我的手來操作 我來控制那個速度 這樣 好啦 就這樣 我就是跟你說 我覺得很多時候 人沒有在現場 然後 按照自己的想像 去做一些 評論 我覺得不是這麼恰當 他現在是不是 類似說我們這樣做完 他就是不要喊住 可是說 這是我個人啦 當初我奶奶有沒有 嗯嗯 他是很不喜歡被綁 就算有那個動作 他也不喜歡 但是我不知道家媽媽 你們 因為這個就很多個人 見了見識 像我之前 我不是說我開刀 開心臟有沒有 嗯嗯 我覺得被綁的感覺 很糟糕 嗯 他也是安全啦 也是為了防護啦 嗯嗯 可是被綁住齁 你就覺得 我那時候我奶奶 那時候有時候 一直模糊 有時候清醒 他清醒的時候講說 我 等一下我照一下那個腳 你現在弄好的腳 嗯 你現在弄 弄好的 這個 這個幅度是怎麼樣 給他照一下 好的 好 好 你繼續說 蓋起來了 對啊 那時候我記得他有時候會 比較磨骨 有時候會清醒 嗯哼 他有幾次清醒 他曾經講過說 我一生沒做到壞事 哪叫我綁 哈哈 你聽得懂的意思嗎 我聽懂我會聽腐台語 對 那你呢 你被綁的時候 你是什麼感覺 我是覺得說 我全身很不舒服啊 被綁的時候不舒服 他其實也不是綁很緊 就是寒柱限制你一下行動 也很鬆 因為我全身都有插管 嗯哼 因為我開心臟嘛 這邊都有管子 他怕我不小心勾到 嗯哼 所以給我寒柱 他不是板得很死 我還可以活動 可是就是卡不過來 嗯哼 還是那時候就覺得很不自在 嗯哼 但是問題是 像前幾天 像之前我媽媽會拉鼻尾管 那是因為有特殊需要 對 那前幾天 就像那天 我不是想他一個幫我板 也會拉鼻尾 他也怕我去碰到管子 嗯哼 那他是說真的 真的有必要 已經到那必要了 我覺得那當然是為了安全 但是如果說不是那個問題的話 你給他板有沒有 嗯哼 說真的那種感覺是很糟的 哈哈 對 至少我奶奶那時候講 我後來齁 我再都不會把他板 嗯哼 我就手叫他喊住 嗯哼 我睡覺也是這樣趴著 壓著他的手或腳 哈哈 這樣壓著 趴著嘛 就壓著 這樣也不是壓很緊 就這樣這樣 好像拱著吧 嗯哼 他要動就會碰到 因為他不喜歡被板 我也不想板他 嗯哼 對啊 你看老人家都這樣講 我做什麼事啊 嗯哼 要把我拔起來 嗯哼 嗯哼 可是他那時候 其實我奶奶那時候 有點半昏迷狀態 所以他已經有點分不清楚 這是醫院還是家裡 嗯哼 所以他搞不清楚 有時候會不清楚說 我現在是在醫院治療 嗯哼 他只是認為說 總共被板住了 嗯哼 很單純的一種 因為在你意識模糊的時候 嗯哼 你的一些直覺都很直接的 嗯哼 可是那時候 聽到以後 就覺得很不舒服 嗯哼 還有另外一點啊 也是家媽媽 有時候要換尿布 我都會盡量跑外面 嗯哼 你知道我奶奶講一句話 嗯哼 那時候 我就看他後來怎麼講話 有一次他跟我講啊 嗯哼 他說 欸已經來 因為他擦尿管 嗯哼 啊醫生都難的啊 嗯哼 他就覺得 那個啊 不舒服 嗯哼 很那個 隱私啦 對 我們會覺得醫護人員沒關係 嗯哼 可是在人家認為就不行 所以還是有時候有沒有 像你說一遍只要拉 其實真的要要拉 這是 那種一個隱私 我覺得這樣大姐 你就很有考慮到這種感覺 那我們常常醫護人員 是不管這些的 嗯哼 那後來我不是說我心常開刀嗎 嗯哼 我在住醫院的期間齁 嗯哼 因為我那時候 很不舒服 有時候我會穿內褲 嗯哼 你看 我就蓋得好好的 然後蓮子拉得好好的 我想說我自己的空間啊 他們來就啪 給你拉開 嗯哼 那就覺得很尷尬 拉他們一念說 啊你那 你怎麼穿成這樣子 還敢這樣子 我說我蓮子拉起來 你都不會敲門的 嗯哼哼 你都不會喊一下 就直接有沒有 嗯哼 啊在醫護人員那裡就說 那有什麼關係 他們是醫護人員 所以 你如果你去醫院 你看喔 醫護人員絕對不會給你 喔 你蓮子需要拉起來 他還是直接拉開 因為他怕打擾到你在休息 蛤 他怕打擾到病人在休息 嗯 所以他只是來看一下是什麼狀況 可能啦 可是他 那有時候那種就是說 那是中午還是什麼 反正他們就是 醫院裡面的人喔 嗯哼 送飯的啦 什麼的 全都不會管理那些 阿家媽媽我們放收 反正你的蓮子拉好看的啦 嗯哼 沒人在理這個蓮子啦 嗯哼 那後來 我就很要求就是說 那個 我奶奶如果要換尿布 要換什麼有沒有 嗯哼 絕對一定要蓮子拉起來 你去醫院看 那換也都是蓮子都開開的啊 四個人一起看啊 沒有啦 換那個一定要拉起來 這是做貪圖的 你去醫院看不一定 都是女生病房沒有在拉 真的 就是都同一是女生 他們沒有在拉的 喔 對 阿有一些是男女生混合 他會拉 嗯哼 但是有些醫院是女生一個病房 男生一個病房嘛 嗯哼 然後你去看那些真的 你在那邊從外面看有沒有 他們在換是不拉的 喔 但是我們規定 是要拉的 你們規定喔 規定要拉的 規定這是隱私要拉的 對 可是你去看的時候是沒有在拉 那都沒辦法了 對啊 他們去 他們就看習慣已經馬屁了